当年有一把武器 爆发力超强 我超级喜欢 还录过视频 没错 爆炎蒸汽加6 武器为冲锋箱 左键快速射击 感觉一般 右键就不一样了 当我们触发右键 会把子弹清空 一口气全打出去 后来这把武器 也开放了强化 直接加6 在当年也是炸裂的存在 打打碎皮 不在话下 那现在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oh yeah 好调 我是小徐 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爆炎蒸汽加6 这把武器的话呢 它怎么玩 左键就是一个普通的射击 伤害大概是在 150 150左右的一个伤害 伤害并不高 但主要的 就是这把武器的右键 当我们使用 这把武器的右键的时候 会向前方 直接把我们 主弹夹的散热发子弹 全部打出去 这就是这把武器 最大的一个亮点了 所以说这把武器 它的爆发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你可以让它持久一点 也可以让它 爆发力非常强 可快可慢 可遇可求 这简直就是 男人的魅想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们主武器 选择了爆炎蒸汽加6 副武器就是 永恒加6 进战武器 换进光灵剑加6 最后 来 张神师 开5开6 一下右键 没有打到 我的天 我靠 这把武器 虽然说它右键 爆发伤害比较高 但是缺点就是 你右键 只要没有打中 你就 很有可能会被抓 很有可能会被抓 来右键 伤害 伤害方面还行 还行 如果打头的话 我刚刚也试了一下 我们打头伤害 最高是能够到达 有1万左右 非常不错 老我捷个 不几下 大哥 哈哈哈 毕竟我们车把武器 这个被弹240发 主弹夹30发 加起来只能打9发右键 所以说还是比较尴尬的 你们知道了 所以说我们要 及时补充 以下我们这个弹药量 还有一分多钟时间 我们一定要撑住 我一定要撑住 来 僵尸呢 我要看看给僵尸 不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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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心如止水 深呼吸 深呼吸 3800 换子弹 来 还有没有僵尸 不要心平气躁 不要心平气躁 一定要冷静一点点 来 有僵尸 右键一下 你前吧 没关系 伤害算低 但总归 我们能打到人头的 我们现在的目标 主要做到 一定要 弹无虚发 我们现在只要做到 弹无虚发 我们就已经很棒了 人类帮我一下 对哦 帮我一下 完蛋 漂亮 我平时啊 看到有人抢我 抢我人头啊 我就 我就特别不爽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 其实队友是在保护 你们知道吧 队友是在保护我们啊 不受僵尸的抓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我们最后一波 最后五秒钟 开料 别别 还好 还好 是我们人头 nice 吓我一跳 差点就被 差点 差点就被队友帮忙收割掉了 啊 吓死我 来 这边 一下右键 再见 七百伤害 没有全部打到 问题不大 来 过来 来 过来 布朗黄 还有没有僵尸 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僵尸 哇 这边队友们 哇 这队友跟那个青豆腐一样 你们知道吧 把生化模式活生 让完成了 大灾变模式 你们看呀 我靠 真的是当大灾变在玩啊 一个技能上就啪啪啪两下全没了 太瞎人了 我们赶紧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啊 我们这个地方我攻击也抢不到人头了 我们还稍微往后撤一撤吧 啊 我们这把武器 哎呀 很尴尬 我说实话真的很尴尬 明明他这个右键吧 伤害方面我感觉其实还行 右键最高也能达到一万多一下 但是很尴尬一点 他生化Z 两级就可以起这把武器了 这是什么概念 没血了 这是什么概念 说明车把武器他强度不高 所以官方都没怎么限制他 生化Z两级就能起 我了你个天哪 不几箱 nice 不几箱 不几箱 来 哎呦 没捡到 不几箱 按个B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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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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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 对我救我 我居然活下来了各位 我居然活下来了 哎呀 怎么回事 小八边怎么回事 怎么怎么回事 拿个兽炉啊 哈哈哈哈 来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啊我这个我跟这个八边调情呢 你干嘛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看 拿个兽炉好可爱 你们看 拿个兽炉好可爱 他妈 这个枪式 哈哈哈哈 哎 不会是萌星吧 我觉得呀 我们玩暴炎 增弃这把武器 我们要带路到这把武器里面去 一定要有那种兴奋感 哎 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 病泱泱的感觉 一定要有这种兴奋感 对不对 啊 我想一下 各位 我想 我酝酿一下 啊 爽 啊 说 你妈 从这局开始 开始爽杀 直接开始爽杀 今天我发现啊 路到现在为止 我一个僵尸都还没杀 这就有点 有点过分啊 好吧 有点过分啊 今天怎么说 也得给他整个两三只僵尸 给大伙们爽一爽 来 僵尸来了 说曹操 曹操就到 一枪 问题不大 换波子弹 听咖 哎 虽然说这个僵尸都被队友抢走了 没关系 还有一只 没打到 没关系 换波子弹 下面还有僵尸 上面还有 僵尸呢 一枪 一千四 这伤害怎么打得这么低呢 是我 没有完全把这个伤害灌上去吗 没有把伤害全灌到那个僵尸身上估计 哦 有点拉杂 说实话 这个枪法 没关系 慢慢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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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 开六 来一枪 四千 可以 三千四 可以 还有一只 nice nice 六千一 漂亮 带走一只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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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八 一定要尽量打头啊 我们这把武器它自然实在太少了 我们一定要尽量打头啊 尽量打头 不要慌 看到僵尸 我们也不要立马去打 一定要 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节奏 来了 三千六 三千一 打了个助攻 还可以啊 可以 不过我们今天目标一定是拿人头啊 不是拿助攻 来 有两只 开六 七千 八千 还不死 我打了他一万 一万六的伤 还不死 哎呀 洗把ksegare了 我真的是 不对呀 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这把武器 既然它是一把冲锋枪 我们为什么不用用它的左键呢 对不对 我们一直是在用它的右键 跟一把限弹枪一样 哦 我觉得我们应该试一下它的 他妈的左键太垃圾了 算了 我不是了 哎 漂亮 各位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们来玩把生化Z吧 好吧 来把生化Z 我们来生化Z里面试一下 爆炎争气这把武器 生化英雄里面这把武器是真的落寞的 我打了 真的是打了素材有半天 一个僵尸是杀不到啊 就杀了一个 到现在目前为止杀了一个僵尸 我是真的难受啊 我们来生化Z里面试一下 生化Z的话 爆炎争气是两级就可以起了 还可以 挺快的啊 我觉得在生化Z里面 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这把武器对我们这个 准薪要求还挺高的 我说实话 还是 有点不好设 你们看 特别容易偏 好nice啊 漂亮 哇操 开了 又一个 多么 再准备一波 再来一个右键 没有死 没关系 哇 我们爽色了一波 哇 去 啊 生化Z比这个生化英雄好多了 爆炎争气在生化 生化Z里面 还可以稍微用一下 啊 但在生化英雄里面真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视频的话呢 也差不多到这边了 啊 爆炎争气这把武器的话呢 现在 生化Z里面 我个人认为 还是稍微能玩一下的 不过 他的这个生化 武器的强化造价 会比普通的枪 会稍微贵 那么一点点 个人感觉 目前看来 不是特别值了 啊 然而生化英雄里面的话 这把武器基本上可以说 用不了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我要去 我们下期视频 见了 各位 拜拜